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92年战地任务解除后 返乡青年们各自在生活的四乡五岛内 积极为故乡发展破画蓝图 像是南干岛上废弃的侏罗国小校舍 2017年开始成为马祖青年发展协会 振兴母语和地方聚会的创生基地 而在国之北疆东营岛 在地人串联二地居的台湾年轻人 共组咸味岛合作社 透过讲座和艺术活动 提高东营的能见度和国际视野 而在闽东聚落完整保存的北竿 岛民从观光出发拼经济 青年返乡创业遭逢哪些困境 群体力量能否成为 故乡再造计划的厚实堡垒 领岛创生系列报导 继续代名前进马祖 了解2024年一群返乡青年的跳岛革命故事 以及他们如何齐心努力为家乡做一件事 我的血液就像男人类一样 就像一个鞭炮的引火线 它活动我也活动 东营乡的曝光度 我们透过设计到了国际上面 在这边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在台湾就是社会的一个螺丝林 让家乡过得更好 让周边的人一起过得更好 这就是地方创生的精神所在 在台湾就是在做旅游业的 然后从刚退伍来 我是先坐民宿 做了九年 然后在这期间也同时有在开游览车 然后做导游 青年级生王元松是北干人 在家乡打拼过生活 是他年少时就决定的人生规划 这个淡菜又叫做宜贝 在地养殖的最多就是淡菜跟生蚝这两个 因为我们的海域 它位在敏江淡水跟海水交界的区域 来小心哦 帮你上菜哦 锅子很大要小心烫哦 我们家从民国八十三年马祖开放观光的时候就开始做旅游业了 然后最早我们是做民宿的 然后到现在我们是马祖第一间的旅馆 我们遇到非常多先天上的困难 最难克服的一个就是交通的问题 马祖是一个海岛 我们有很多个不同的小岛 我们岛跟岛之间要坐船 要来马祖要坐飞机或者是坐船 那这个都很容易受到外在的因素 像天气不好起雾飞机就没飞了 今天台相不好船就停航了 其实大家彼此之间都会互相资源互相联系 只要用心为家乡做事情 在这个地方持续的生活 并且能够活得还不错 让更多的人一起过得更好 这一个是战费道 这个是我们马祖早期在军官 在岛上一起为观光打拼的返乡青年 无论住宿 交通接送都彼此应援 除此之外 他们还经常一起串门子 聊的都是家乡大小事 我比较少上来这边 因为他这边有一只狗很凶 刚刚他的房间名称都是取地名 刚才在打手 所以你刚刚在做什么 我刚刚在打手 老门一下外面 对啊 抓着我破破烂烂的 没事 这边都是校长兼撞手 没有 我换件衣服啦 八年集成成正东 大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旅游业 返乡后 从军营改造的民宿出发 积极为家乡做一件事 从这边望过去 这边刚好看得到海 转回头 这边看过去也是海 从进到远 是大丘 然后高登 最远那边看到有风车的那个就是大陆 留在台湾领到的薪水跟回来上班领到的薪水差不多 但是在这边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对 在台湾就是社会的一个螺丝钉 去让马祖变得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 可以呈现另外一种美 而不是他们脑海中印象的那个样子 这是我的第一间民宿 另外一间在秦碧 房东是我的亲戚 他希望保留房子 以前所有的东西 有一天他想要再回去 他想要看到他小孩时候的样子 那这边是我们另外一家民宿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背包客栈 最喜欢的其实就是这个床位 他可以很漂亮的看到海景 然后跟这个秦碧的村庄的村景 北干是一个很轻松 很悠哉 很放松的地方 他很漂亮 他很适合在这里 不一定要过一辈子 但是可以来自己过一阵子 哇 长得好快 我上礼拜才干拔的 有鸡水哦 小心 那欢迎来到我们的防空洞 协会进来的时候 有重新整理国际的空间 所以让它变成一个 多元的一个展演空间 废弃的猪肉国小镇下方 有个防空洞 这是认识马祖战地文化 重要的场域 我这边有蜘蛛啊 我要小心 好大一枝哦 对 那我们就可以到外面来看看 对 差不多就是这样 一个当代青年应该要能够 去意识到自己 现在社会所在的环境 我们不需要特别的去做什么 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我们把我们的传统 把我们的文化 把我们的论述 给做好之后 应该就会被看见 从2017年开始 马祖青年就以猪肉国小为发展基地 青年返乡展开一连串 与在地文化紧密连结的地方创生计划 除非真的有人带 不然的话游客 会有点像是 过去是一个 支持大家 精神上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透过一些活动的方式 去劳动地方 促进很多的思考跟对话 或透过一些资源 引路的方式 让地方可以接触到 不同的资源的可能 而不是只是在自己的岛内 在回圈 各位旅客您好 即将抵达东营马头 请准备下船的旅客 系带随身物品 祝您旅途愉快 谢谢您的搭乘 马祖返乡青年 召集有共同理念的一群人 他们各自在故乡土地 在岛上找资源 其心为家乡做一件事 东营岛上 中路老街的这间老屋 前身是鱼路加工厂 如今已是在地 与二地居青年 共同打造的公共活动空间 名为咸味岛合作社 读国小的时候就一直觉得很缺乏这样的空间 大学毕业好多年 那没有一个我们自己的据点 其实觉得有点可惜 因为这间空间的屋主 告诉了一些我们这个房子以前曾经发生过的故事 那我们觉得这个空间如果可以重新被开放出来 应该会是一个很有趣的事 在东营渡过童年的拆配员和官达卫是高中同学 他们都是咸味岛合作社的成员 大家好 我是达卫 那今天是我们交流会的第二场 透过我们这样的组织 可能会办一些大型一点的活动 被这样子的活动 或是这样子的氛围吸引过来的客人 会是跟以往来到东营的岛的人 完全不一样的群体 希望说透过这样不同的客人 来带给这个可能有一点点僵化的小岛 不同的刺激 月初到现在我们就是迎来的三位好朋友 咖啡厅的空间对话 由三位艺术家揭开东营市美学的序幕 我可以留给你们一份全新的惊喜感 对于这座美丽且有趣的岛屿 谢谢 艺术家已行动 诉说着很老语奇妙的缘分 在边境的生活 终究漫游的时间少 等待的时间多 请记得这个味道 要看到这么稀奇 总是在咖啡吧台忙碌的李毅乔 是创生计划的发起者之一 我高中的时候就离开东营了 然后大学也是在台湾就读的 是看得太近 然后就是开始想念东营这块地方 所以后来就是直接回来马祖地区 他也是东营岛上 二地区伙伴们心中 一股坚定守护的力量 回来之后就突然觉得 好像都不太一样了 然后又有一点陌生 然后大家都就是各做各的 我们做的这些活动 好像就是可以让大家步调慢下来一点 但是我就是一直都待在这边 所以他们回来就是 也都算是找得到人 就是一个守护家的感觉 我好像给他们这个感受 让他们知道就是 这个空间还存在 咖啡厅前后两任店长 林毅潮和张志凯 在活动这天联手出击 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外地来的 所以就可能会对我特别照顾 他们也知道就是 咸味岛来了一个新的店长 让东营这两个名词 有在更多的露出 可能在社区上做一些改变 确实有让观光客看到 把人拉回来 或是增加这里的 有更多的年轻人口 这是我们就是最想做的 一个最长期的目标 连江县人口变化 统计资料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 2024年4月 四乡五岛总人口 超过一万四千人当中 有四分之一是年龄在 25到40岁的年轻人 在发展跳岛观光的这些年 青年返乡 成为地方发展能量 大幅提升的关键 各地方的岛屿都会有追蓝眼泪的人 然后来通报马族的哪个区域 现在目前有蓝眼泪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是前往通报的地方 来去查看一下 哪里有蓝眼泪 中小马是南干人 北干是他工作的地方 每年四到六月 蓝眼泪大爆发的时节 当月亮升起的那一刻 他也开始带着游客 四处追寻海中 沾澜瞬间闪耀的那一道光 这里 好 下车 来到这个追隷的地方 我们都要带一个秘密武器 那带着秘密武器 才可以发现蓝眼泪在哪里 马祖带走水桶要游 OK 好 然后来哦 来 一 二 三 好 来 好 来 以前的长辈呢 看到这个现象呢 就叫做丁香水 在这个季节呢 就有很多丁香鱼 那丁香鱼呢 会吃蓝眼泪 然后呢 他只要在海面上 依次寄蓝眼泪 就会发光 所以他认为光线呢 是源自于丁香鱼的出现 所以就把它称为叫丁香水 马祖蓝眼泪不是属于马祖人 是属于大家的 蓝眼泪对我们来说 就像一个鞭炮的萤火线 先让大家来这边吸引马祖 然后来 希望说透过蓝眼泪 来了解马祖 我们再把更多的鞭炮的火花 更多的元素 更多的秘密 来告诉大家 在一个资源 比较少的一个地方 这个马祖这个地方 我觉得 大家是要互相来去 共享资源的 这个地方创生 其实是一个 比较从年轻人的角度去 思考说返乡啦 或者是在这个家乡的一些 认同感跟归属感 不同的观光主题 能够盘点出来 最需要应该是说 能够长期投入的能力 做地方创生 不管在里岛 或者在本岛 其实第一步 都是要先做盘点资源 不要一直去模仿 跟抄袭别人的成功的案例 因为真的讲成功 没有办法真正的复制 因为每一个地方 一定有它与众不同之处 另外一个就是 要对自己的家乡要有自信 每一个里岛 一定有你的品牌 你的地域的品牌 可以打造出来 那烈士当然要去克服 马祖四乡五岛返乡青年 在各自生长的土地 为故乡发展尽心尽力 我觉得不能用爱来说吧 我已经融入在马祖这里 我个人觉得已经比爱 还要更高清洁 对 马祖人 更多的是需要文化的自信心 越来越多人的心里有马祖的话 我们的马祖人就越多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喜欢马祖支持马祖 我们马祖未来的路 就会越来越宽 我可能觉得我永远都不会够了解东西 还有非常多的各式各样的地方 可以去探索 马祖可以一直保留自己的味道 我觉得就像地方创生 讲的那句话就是 越在地化就是越过激化 青年们在各自擅长的领域 从观光艺术出发 为马祖的地方创生 开启丰富视野版图 许家乡 每个篇章都有万贩精彩的岛屿传说 欢迎回到华视新闻杂志 狗一向被视为人类最忠实的朋友 也是救难队的重要伙伴成员 2024年4月花莲大地震时 搜救犬 Roger在救难过程中的英勇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9岁的Roger 虽然是一只即将退休的资深搜救犬 但他每天仍然保持最佳状态 活力十足 积极参与各种模拟灾难场景的搜救演练 一旦要前往地震风灾现场时 这些搜救英雄守护人类生命的专业表现 都来自他们平时接受的扎实训练 究竟具备什么样特质的狗 适合担任搜救犬 他们如何与朝夕相处的灵犬员互动 想要成为一只救难犬 需要历经哪些养成教育与磨练 带您深入了解 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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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到了Saka当大崩壁的时候 他也没有害怕 他等于是冲在我前面 用人力去找一天一夜 可能效率都没有 搜救犬30分钟来得好 狗都是我的老师 我在他身上学到的是最多 就是密不可分的伙伴 好 好 正后来到第四天 搜救重点就是沙卡当步道 救难人员带着搜救犬走在山中崎岖道路 甚至碰到大石头爬不过去 还得游队员一把抱起搜救犬通过 现象缓身 2024年4月 强阵重创花蕾太鲁阁 救难人员把握黄金时间挺进灾区 断圆残壁间 有一位身份特殊的救难英雄 他是9岁的搜救犬Roger 找到吗 原本还有些迟疑的Roger 突然站定位不肯离去 引起领犬猿注意 找到了看到脚了 OK 看到脚了 凭着敏锐嗅觉 Roger在崩塌的沙卡当步道 发现罹难者 给予失去至亲的家属 一丝慰藉 他一开始是有遵循我的指挥去做搜救 那到第二次我指挥的时候 发现他怎么都没有动 指挥第三次 他终于走了 那走了过去了之后呢 他又停了一下 当下我就觉得真的有发现 要不然他不会在那边停留那么多次 Roger的另一位队友 船巴在近乎垂直的陡峭崩壁仔细搜索 帮助因为震灾不幸身亡的人 找到回家的路 进去沙卡当的时候是最危险 但是他还是很天真的跟我们一起 好像又去游戏啊 我对他的关注会更多 因为他可能在搜索很专心 不会发现有什么落实 或等等那些状况 我必须要帮他照顾 看到这一点 然后让他也可以安全 一起我们一起回来 犬跟人的信任真的是 平常训练都有发挥到这个上面 这群立功的搜救犬们 都来自高雄市的消防区 特搜中队 这个事件真的是知道说真的 你一样的一块面积 但是你用人力去找寻的话 真的你找一天一夜 可能效率都没有 搜救犬30分钟来得好 真的要去相信搜救犬 他的嗅觉 跟他的运用的那个能力 走进巡养中心 搜救犬们遇到陌生人 丝毫不怕生 勇敢自信 就是他们的代名词 他是一只很活泼好动 不太听话的小孩 然后看到陌生人 他就去秀文献 他当搜救犬就是看中他这一点 很落落大方的 就是主动直接 好 模拟灾区的训练场地 堆满瓦砺石块 人类很难站稳脚步的崎岖地表 狗切能 现步如飞 好 OK VENCE 先上去 VENCE VENCE 哇 OK 棒 搜救大考验 首先登场的是 从2023年加入搜救行列的 拉布拉多犬 VENCE 在这一整片瓦砺堆当中 我找到了一个躲藏点 待会我就要直接进到这个洞里面 希望Roger可以赶快来救我 我现在就是躲在这个洞穴里面 那它其实是有你真实的地震发生之后 可能会有房屋倾斜啊 然后或是人会被压在瓦砺堆下面 这样的一个场景 紧接着上阵的是资深学长Roger Roger Roger Left Search 来回锁定目标 Roger大声呼唤救难队员 共同协助代救者脱困 OK Good Good 他从一开始上去 他就知道说 他要收集代救者 生还者的气味 所以他到有下风出的地方的时候 他还发现 味道好像是从后面来的 所以他又绕回来 对 所以我们在现场 最常做到的就是遥控 林犬猿根据每只狗的不同个性 拟定个别训练计划 他们从日常培养默契 才能在每趟任务合作不见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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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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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五年了 他一岁的时候 从日本来 来的时候他 他 适应 比较没那么快 所以我就直接用他 最熟悉的语言去训练他 让他比较能够 适应这个台湾这个环境 他很喜欢摸人家摸他 哇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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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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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我接生的 他爸爸妈妈都是我带的 然后他爸爸妈妈都是日本来的狗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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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小时候就是那种 一出场就会 咳 什么事 谁 受困了 天不怕地不怕 我来了 快点谁需要 然后他就 会冲过去这样 他做什么我们都会称赞他 培养他这么有自信 搜救犬小时候的性格培养其实非常重要 因为在搜索过程中 其实搜救犬是非常独立的 他是需要 能够比一般的狗有判断问题的能力 跟很聪明 他的能力很强 他不听我的 他也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那我就要想办法就是去 让他知道说 你听我的 我们可以一起完成这个任务 会更好 搜索 每天看他是觉得很可爱 但是他很皮的时候 一定会有挫折 就是我们能做的东西就是说 我们去调整我们的训练 有时候可能跟人一样 他每天可能也会有一些小情绪 小脾气 他今天不是很配合的时候 我们就调整 变成更简单 然后让他更符合他的需求 好 休息 除了训练和出勤 搜救犬的生活起居 同样由林犬猿全心全意照顾 帮他准备一些 他比较开心一点的一些食物 那比如说像这个罐头啊 我会比较补充体力的部分 还有蛋白质的摄取 可能跑上跑下 跳上跳下 需要的体力的负担 跟肌肉的这个生成 也是很重要这样 好了 进去咯 OK 很好 基本上的生活管理的照顾 都是我要去负责 新人感的话 可能有时候像 初期的开始 就是我们要跟他同坐 比如说像现在他趴在地上 我就要跟他一起趴在地上 对 甚至要跟他一起睡觉 对 像全身要跟他睡觉 因为让他感受到 我在旁边是 他可以放松的 经过长时间合作 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革命情感 到了沙卡当步道的那个大崩壁的时候 他也没有害怕 他等于是冲在我前面 他还会回头过来看看我 好像在关心我的样子 你走得怎么样啊 心情是特别紧张的 尤其是我们不希望他受伤 这次花蕾他真的有发现 大家更重视受救权 在我心里面讲 他更像是我的兄弟 他就是我的弟弟 现场也知道说余政不断 也很担心说犬肢的安全 跟受救权的关系就是 密不可分的伙伴 他就是任性的狗 就是像家人像小孩 然后每天跟他们相处的时间 其实很长 然后工作上也一起经历过大小的事情 那我们的情感即便他们退役之后 对我们来说很有纪念性的意义 一进到搜救犬巡养中心 就会看到这座追思碑 上面记载着已是搜救犬的姓名 和过往的英姿 除了纪念他们曾经的贡献 也是一种生命教育 即便他们离开人世 我们也觉得说应该要 为他们留下一些什么 而不是他让他们一生就这样 付出完就没了 我们就会帮他们做一个纪念牌 民众也可以知道说 我们曾经有哪些狗在这里服役 那他们为我们付出了多少年在这里 九岁的Roger已经算是高龄犬 职业生涯即将告一段落 这个对他来讲是好的 就是只要是对他是好的 我都是为优先考量 即便是舍不得还是要放手 Roger退休前 预计继续贡献专业 在搜救训练中扮演要教 退到第二线 然后去当任那个狗教官 他可以示范给狗狗看 心儿狗狗看说 诶 这边瓦砺堆是很好玩的地方 你看上去就有玩具可以玩 新人进来的话 那他可以去教导新人 他可能会咬尾巴 会抬头绣纹 会速度加快 会在原地徘徊 去告诉他说 诶 狗狗找到人的时候 是这样子的表现 搜救犬在救难任务中频频建功 领犬员进一步运用社群网站 让这群英雄发挥影响力 使得救难知识变得更平易近人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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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开始的时候是我们觉得 很多人不认识搜救犬是什么 有时候对搜救犬的运用上 或者他在使用的时机会不了解 地震的时候他们会觉得 地震是人全部把它找完之后 再让狗去做最后的搜索 实际搜救是反过来 先让狗先找完 把人定位出来之后 然后其他的搜救员再上去 透过我们粉专经营 把我们一些平常训练 还有出钱的状况让大家知道 民众留言都是说狗狗很衰等等 剖文都是满正面的 他很怕很怕会进水 对啊 震灾过后 来自台湾各地的暖心礼物 诉说着对这群英雄最深的敬意 除了寄这个来的时候 也有寄一些自己 亲手陷入产品给我们 对我们林犬园来讲狗 就像家人一样 每一只狗都是我的老师 我在它身上学到的是最多的 尽我们所能帮助灾民 上场的时候都听我的就对了 搜救犬和林犬园 就像命运共同体 随时备战一同接受无情天灾的考验 他们总是在最黑暗最需要救援的地方 点亮一盏名为希望的光 欢迎回到华世新闻杂志 摔角选手在擂台上你来我往 看得观众热血沸腾 这样的比赛称为职业摔角 在美国日本行之有年 是老少嫌疑的竞技活动 然而在台湾 不仅民众相对陌生 从事职业摔角的选手 多半也是身兼多职 无法只靠当选手支撑生活 不过还是有一群人 为了自己热爱的事物而坚持 像是这位选手Willy 平常在竹科担任网络工程师 但一到周末 雷台就是她的主场 她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 能成为全职摔角选手 另外雷台上少见的女选手 又是如何面对 以自己体型大的对手呢 透过镜头 一起来看这些选手们的故事 这边也提醒 摔角兼具专业动作与表演性质 如果家中有儿童正在电视机前 建议请家长陪同观看 摔角要呈现的东西 其实是一种精神 雷台上的可能性就是无限 当我被打倒 待我再站起来去反击轩松 然后观众的那个鼓招声 那个幻灵 我觉得是非常的容易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还是想要当帅 有个人 鼓招声中帅气出场 绚烂的舞台灯光 配上震耳木龙的音乐 现场气氛炒到最高 选手往擂台上震耳木 登高一波 选手往擂台上震耳木 选手往擂台上震耳木 选手到比赛正式开始 有两个厚力的力量 双击浇手 双击浇手 走 铁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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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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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現出滿滿的效果 比賽的看比賽的 模糊熱血沸騰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其實每一場比賽 都有所謂它的故事 當我被打倒 當我再站起來去反擊選手 然後觀眾的那個鼓招聲 那個歡呼聲 我覺得是非常的很有魅力 摔角的可能性很多 包含你可以借用整個場地 或是你可以借用觀眾的幫忙 擂台上的可能性是無限的 它是一個很像萬花童一樣的世界 誰都可能成為場上主角 在摔角的世界觀中 比得不是胸贏 觀眾看懂故事才是重點 喧囂過後 一切回歸平靜 我們再次回到 坐落桃園歸山的這處鐵皮工廠 誰也看不出來 這平凡無奇的建築 最深處竟然藏有 五光十色的擂台 像擂台也是我們自己做的 對擂台我們也可以自己做 那就是我們就想說 用我們的理念去試試看 家中經營機械傳動加工廠的 陳鶴瑜跟哥哥陳克偉 2012年加入職業摔角 2017年初決定自立名副全力摔角團體 連擂台都自行包辦 就是希望能給更多熱愛摔角的人 展露自我本來 我們有看到一些 其實是很有潛力的年輕人 但是他們會受限一些原因 而且沒有 就會變得好像比較沒有機會表現 那我們只是想說出來 看看能不能試著幫他們做到 有比較好的舞台讓他們去發展 而這前一天的魔幻舞台 今天是選手們的訓練場 嘿 來 前滾 跳腰開腳 一 二 就算已經是在場上經驗老到的選手 翻滾 護身 跑旋 綜合訓練還是缺一不可 我有這些才能讓身體的傷害減到最低 你要說他是競技運動嗎 他算是一種競技運動的表演 對 那但是 很多人就最多的疑問就是說 摔角都是打假的嗎 你說他是假的嗎 他是假的啊 他就是劇情 他有劇情編本嘛 對啊 但是 你說他又假的嗎 每個人身上都有傷痕 都有瘀青 甚至會打到受傷 因為帶有故事情節又有舞台效果 常常讓摔角跟表演畫上等號 但每一次在擂台上的重摔 卻都是扎扎實實 幾位選手中 這個身影特別吸引目光 他是場上唯一的女選手 開心的公主 雖然稱作公主 但可不像童話世界中那般昭貴 對上自己體型大的選手 很盡十足 性別當然是一部分 你會覺得自己的身材比較小 但是其實你看到 場上的選手 有各種高癌胖瘦的身材 比較瘦的選手 看到其中的人 衝過來 也是一樣的恐懼 但是這個緊張是意思的 就是當你很緊張 然後你被衝過幾次之後 你一定會去想 你在遇到這個情境的時候 你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應對 監管體型相對鮮細 場上面對衝撞 卻絲毫沒有畏懼 開心我公主說 投入摔角 就是為了讓自己變強壯 但激烈對戰 難道不怕有下傷嗎 摔角上的比較多衝擊 那衝擊比較不會流吧 他是瑜琴 但瑜琴習慣就好 那時候就是剛好有一場 在我家附近 對所以就 去上了體驗課 然後從閃滾開始 反而就黏住 就黏在這個擂台裡 從一開始的練體能 跟基本動作 這個就熬了大概一年左右 都在練這些東西 然後我知道 這些格鬥技怎麼運作之後 也會對於成為選手 要有一點很簡單 懷抱滿滿的選手夢 是不少人上了擂台後的 強烈副作用 我是Poco 然後今年33歲 然後現在打摔角入行了八年 我當初是因為在掙扎那個大四的畢業設計 一直做不出來 想說先休學去等兵單 結果在等兵單的過程中被診斷出那個追尖盤突出 後來去做了替代役 在快服完兵役的時候 還是惡化了 所以就去開刀 那術後是恢復得滿成功 那我就想說還想趁年輕 去嘗試一些自己內心很熱愛的事物 不是一般常見的 我就想到我就是小時候就有看到那個摔角就很喜歡 那經重大手術 Poco想的不是安靜休養 反而是趁著身體恢復追逐夢想 這一追追了八年 我比較有點三分鐘熱度說 這時候很喜歡做這個事情 這時候很喜歡做那個事情 但摔角是真的我堅持最久 對 真的是非常喜愛的 Poco想說原本自己也是怕痛的人 現在身體 心理都很強壯 但一開始家人反對也是在所難免 我們爸爸媽媽那一輩的印象 對甩腳就是會認為是暴力的 或者說只要是這種格鬥 競技的運動 他們都會認為是暴力 然後他們會覺得很痛 為什麼要這樣傷害自己 他們不理解 我是先說服我家人說 我把它當作復健運動 因為其實在術前 就是追尖盤之前 我其實不太喜歡運動 出道賽的時候邀請我 我媽媽來看 可是他 因為他很不喜歡這種 很激烈的運動 所以他只看完我的部分之後 他就先回家 他回家做你說什麼 也沒特別說什麼 只是我已經覺得很開心 他願意來到現場看我一次比賽 我是很開心的 對 我希望可以做到讓他了解說我在做什麼 從反對到理解也是摔角選手們 面對家庭課題的畢竟關卡 我我奶奶還不知道 所以 所以有時候我奶奶叫我都是 跟他 就是剛剛講 我就是運動而已 我沒幹嘛 就是大家都幫我隱瞞著我奶奶 我媽一開始有勸我 但是我爸是支持的態度 因為我爸也知道 我喜歡看摔角 然後他有時候也會陪我一起看 我媽說他可能他感覺他會看一看想要衝上來打那個跟我當我對手的人 所以我媽說他不會 目前還不會 他說他看看會受不了 會想要衝上來打那個 我以前看美術來就看WWE 然後覺得 哇當選手 好酷好帥 我也想要 但是 他好像沒什麼空間 沒什麼資源 有所謂的職業甩腳這個職業 但是後來到大四下學學的時候看到 網路上看到 他輸入有報名的網站 那我就報名了 一覽決定 要完成我這個夢想 總算圓了海提時代的夢 但職業甩腳在台灣 是冷門中的冷門 在主科當網路工程師 就是做硬體方面的啦 就是網路布線 然後處理人家可能 Switch 可能有要查修或幹嘛的 在台灣嘛 就真的可能沒辦法 當飯吃了 所以要好好的去工作啊 幹嘛的啊 市場真的太小了 然後觀眾數也少 但我們希望說 我們可以藉由 收學生的方式 然後幫他們可以往到國外 然後在真正成熟的市場裡面 可以給我一席之地 像我們現在已經有三個選手 目前已經在日本 已經停留三個月到半年左右了 他們目前就是在日本方面 就是做全職的摔角手 這是我目前想做的 對不對 當然最後的希望還是可以 讓大家留在台灣 除了選手出路 行政翻轉也是台灣發展 職業摔角意志以來的難題 這是一段在國內曾經 風靡一時的日本職業摔角電視節目 而國人呢 對所謂職業摔角或者說職業角力的印象 可以說發源於此 而這個值得商榷的第一印象呢 是在國內推動職業角力運動 遭到了重重的阻力 其實早在民國6075年代 台灣就已經升行觀看電視轉播的 國外職業摔角 台灣摔角之父黃根曼 也在這個時代誕生 這個職業啊 是可以帶動我們這個 傳中華民國的這個素器 可以做很多的國民外交 當時旅行的黃根曼 在韓國職業摔角界大放逆彩 自度纏連世界角力錦標賽總冠軍 甚至進軍日本 家喻不少的他 一度希望能將職業摔角帶進台灣 但因為無法改變民眾觀感 歷經50年職業摔角在台灣 依舊是小眾活動 像我們去日本打比賽的時候 通通都是小朋友來要簽名 要合照 我們就覺得說 哇為什麼在日本可以是這樣子 在台灣就媽媽拉的小朋友 趕快走趕快走 所以我們現在一直很希望說 我們可以把這個推廣出去 我們做了很多在公園的摔角 免費的 我們在巴德跟樹林的夜市 也做過夜市摔角 就是我們希望大家來看夜市 來夜市逛街的時候 可以順便來看看 摔角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職業摔角在日本 是當地民眾習以為常的運動 相關團體聯盟發展已久 美國更在WWE帶動下蓬勃發展 台灣想效仿得先打破 刻板印象高牆 摔角其實不是為了要把別人打傷的 對 我們傳達是一種精神 看能不能就是把台灣的 摔角風氣也好 或者是運動風氣也好 把這個東西可以做提升 而不是說台灣的運動選手 好像只能默默的做 都要等到非常有名人 然後才可以得到人家支持 很酷的地方就是摔角其實這個東西 它不太要求體型 不太要求身高 它也不太要求你的動作 有沒有運動經驗 它就是你願意學 願意去思考 然後願意嘗試表現給別人看 我覺得觀眾就會知道你想要表達還是什麼東西 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還是想要當摔角元首 有限 對啊 這是一定的 但是我覺得如果我們不開始 那以後未來真的 有些人真的想當選手的人 他們其實機會又更少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一定要當一個開頭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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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驚天動地也可以感動人心 擂台上的摔角手 也畫得目僅僅是拳腳功夫 更要用他們的熱血故事 寫下不一樣的人生篇章 欢迎回到华世新闻杂志 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您前进马祖 看见返乡青年们 如何在各自生活的四乡舞蹈 携手为家乡未来努力 Sojo选Roger透过严格的日常训练 让自己成为救难队当中耀眼的Sojo英雄 而从擂台上到舞台后 采访团队深入追踪台湾职业摔角的现况 记录选手们坚持追梦的故事 这些都是台湾土地上最动人的篇章 感谢所有受访者的分享 更多深度报道请您持续锁定 我是林仙怡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